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九章 职工薪酬 那当然也是一个准则 实际上是主要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 其实相当于主义负债的内容 但它比较特殊 所以把它单递录出来了 学习指南还是这么四项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学习目标 第一,理解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及分类 那对于属不属于职工要会进行判断 第二,掌握短期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一章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掌握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那这一部分教材上的内容不是很多了 原来还有例题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关注啊 离职后福利 像设定受益计划 哪些寄当期损益 哪些寄其他综合受益就够了 第四,掌握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辞退福利呢,我们也是要掌握 涉及到呢,都往管理废用里寄 不可能往别的地方寄了 但是有的还需要进行折线要清除 折算成现金嘛,现值来进行计量 那了解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计量 那其他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就 长期职工福利不重要 考情概况 本章考题涉及客观题和计算分议题 试题分数适中 那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今年的教材这一章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 考点 考点地图 职工薪酬的内容 20年多选题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20年单选题 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22年单选题 21年单选题 21年计算分析题 21年的计算分析题与租赁内容相关 在租赁章节举列时 那这一章的一共只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第二节是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第三节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第四节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那第五节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我们看第一节 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就有什么样的范围 如何分类 那在这一节里面两个问题 职工的概念 还有职工薪酬的概念 我们看第一个职工的概念 职工是指于企业 定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 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 也包括随位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 但有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 那这些呢 比如说有全职的兼职的临时职工 都算 有的没有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 但有企业正式任命的 也算 你比如说我们当独立董事 或者公司一些董事 这都算 我再说一下你们看 是属于哪个企业的职工 母公司 把三名技术人员 派往子公司去工作三年 这三年的工资 由子公司支付 谁的职工 签合同的时候呢 是跟母公司签的 但是让他到子公司工作三年 那属于子公司职工 这是职工的概念 那第二职工薪酬的概念 一番类 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 企业提供给职工的各种报酬 那属于职工薪酬 那包括提供给职工个人的 也包括提供的配偶子女党 都算 那比如 我有一位同学 那在外企呢 做财务总监 也有一段时间做总经理 他到哪个城市去工作 他的夫人都随着去 那这些公司呢 给他夫人是单独给 离开一块工资 那也属于职工薪酬 那职工薪酬 主要包括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那我们现在的准则是 分成这么几块 有那么个提示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给予的补偿 属于辞退福利 为什么把它单独低着出来 为什么没把它放到 什么短期薪酬 或者别的地方去 它特殊 后面我们会看到 如果是短期薪酬 这一部分成本费用力 寄的时候 要按照咒语对象来 但是辞退福利 不可能按照 受益对象 往成本费用力进 你说把生产车间的职工 给辞退了 补偿二十万 进入生产成本 那不可能 所以它比较特殊 叫辞退福利 那第一个是短期薪酬 这一部分薪酬 要求在十二个月之内 要进行支付的 这是属于短期薪酬 那当然你说解除劳动关系 我给它十二个月之内 要进行支付的 那是属于辞退福利 要注意区分 我刚刚也提过这个问题 那短期薪酬包括什么 像职工工资 奖金津贴补贴 这大块都在这 职工福利费 那有福利啊 比如按照14% 或者多少提取 医疗保险费 工商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等 社保 社保费 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贷薪缺勤 就说用贷薪的 请假了也得给人钱 那也是属于短期薪酬 当然指的是 短期贷薪缺勤的情况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非货命福利 比如说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以非货命福利的方式 给职工发放了 这也算 还有其他 第二个离职后福利 就说这个职工离职退休了 那这一部分呢 因为有的是属于 在工作期间啊 提提完交个有关的机构去运作 那还有的呢 属于你企业以后来进行承担的 比如退休之后 一直到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都得给 这叫离职后福利 那我们后面会谈这个问题 就有设定 提存计划 设定收益计划 那第三是辞退福利 因什么原因 比如说重组了 可能将有关的人员辞退 你不能白白辞退 你要给予给予补偿 那这一部分叫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 会计处理比较简单 反动化管理费用力机 我们后面再谈这个事情 我们后面再谈这个事情 第四呢 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比如说有长期待性学勤 还有长期残疾福利 也有的涉及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这是这一部分 当然对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会计处理这一部分 显得并不太重要 反都既当其随意 我们接下来看 二零年的多选题 这个题目是下列各项中 假公司应当作为职工薪酬 进行会计处理的有 你属于职工的 才按照职工薪酬进行会计处理 18年 假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货 实际上录像 那第一个 为给境外派到境内的 10名高管人员提供临时住所 租入10套住房 每年的租金共120万 那境外来人了 给人提供住房租金是我们付 那他也是属于职工 派到我们这边工作 那属于职工 实际上我们给他的负责 虽然没有直接给他钱 但是我给他付租金了 那地方成本费用力计 所以他属于 要确认为职工薪酬 也就说 为高管人员租房 并支付租金 职工薪酬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因业务调整 你解除150名员工的劳动关系 经与被辞退员工协商一致 向每位被辞退员工支付20万元的补偿 那这是属于辞退福利 已经协商达成一致了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确认计量 说向被辞退员工支付补偿费 属于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里有辞退福利 那我们看第三 实施员工代薪休假制度 发生员工休假期间的工资80万 那属于代薪缺勤 有这种休假制度代薪缺勤 也要给职工薪酬 那属于职工薪酬 那再看 选项B支付员工 代薪休假期间的工资 吃工薪酬 我们再看第四个 为40名中层干部团购商品房 2500万元的购房款 由甲公司垫付 那这部分就是给他团购 我们先垫付一部分 这部分钱呢 要由40名中层干部最终给我们 那他不属于职工薪酬 不是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 我们企业付的报酬 那这个不算 那这个题目 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 只要付给职工报酬 属于短期薪酬的 那我们在确认 确认应付职工薪酬的同时 要往成本费用里寄 所以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 确认为负债应付职工薪酬 并寄入当期损益 而其他会计准则要求 或允许寄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其实就寄入成本费用 比如说与生产工人 有关的职工薪酬 你要把它寄入生产成本 那生产成本是构成成本的内容 那与一项在建工程相关的 职工薪酬 即在建工程 要是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的 职工薪酬 即管理费用 所以寄入成本费用 按照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 这是短期薪酬的特点 辞退福利就不是了 辞退福利是即管理费用就完了 我们第一个问题 货币性短期薪酬 按照授与对象来分 与生产工人有关的职工薪酬 寄入生产成本 所以借生产成本 与车间管理人员有关的薪酬 那这一部分是间接费用 把它寄入制造费用 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的职工薪酬 当然你要有董事会 董事会人员的 那都是往管理费用里寄 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 记住销售费用 那工程项目 与他们这部分人员有关的薪酬 那就寄在地工程 要进行研发 这一部分薪酬寄到研发支出 所以都是按照受益对象 往成本费用里寄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的不用管它 这考试肯定不要求 你就知道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对于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 应当在实际发生时 根据发生额 也同样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比如赚工作总额一定比例提却的职工福利费 与生产工人相关的进生产成本 与行政管理人员相关的寄管理费用 那看一下教材的利益 15年6月 甲公司当月应发工资1560万 其中生产部门直接生产人员的工资是1000万 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工资200万 公司管理部门人员工资360万 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 公司分别按照职工公司总额的10%和8% 既提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交纳给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公司分别按照职工公司总额的2%和1.5% 既提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那我们看说应计入生产成本的职工薪酬金额 就生产工人工资和按照生产工人工资一定比例提取的各种费用 那都要把它计入生产成本 那题目里面告诉了 生产部门直接生产人员的工资1000万 那按照1000万提取的 比如说 这里面的10%医疗保险费 8%住房公积金 然后再有2%的工会经费 2% 1.5%的职工教育经费都寄进来 因此加上1000乘以 把这些比例加在一块 1215万 那应计入制造费用 生产车间的 管理人员的工资 所以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工资200万 同样用200万 再加上200万乘以 刚刚按照公资总额一定比例提取的那些费用 也都加进来 243 那应计入管理费用的职工工资总额 公司管理部门的要往管理费用里寄 公司总额360 再加上360乘以 这些比例之后 437.4 那分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介方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代方的这些明细的 其实不用过多关注 那就行了 把那种那个提取的 那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2017年 一个计算分析题的一部分 甲骨分有限公司 2016年发生的与职工薪酬相关的事项如下 甲公司正在开发丙研发项目 16年期发生项目研发人员的工资200万 其中自16年1月1日 研发开始至6月3日期间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120万 属于费用性支出 7月1号至11月3日研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80万 属于资本化支出 那你研发人员的这部分职工薪酬要记得研发支出吗 研发支出我们有费用化支出 有资本化支出 至年末 以研发完成形成无形资产 有关工资以1号存款支付 其他有关资料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本体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就甲公司16年发生的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事项 说明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并编制相关会计繁路 我们看计算分析的 那这一步不难 研发的已经告诉了 那他呢 应该有一部分是费用化 一部分资本化的 研发人员的工资 费用化的这个题目给了120万 资本化的是80万 所以借方 借记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120万 资本化支出80 带英募职工薪酬1200 那你确认应付职工薪酬了呗 那费用化这一部分转管理费用回去 借管理费用1.2 带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1.2 那由于资本化部分已经达到预定用途 又应该转到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中 借房借记无形资产 带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80 实际支付的200万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送他200万 那第二个是带薪缺勤 带薪缺勤是分为 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 那累积带薪缺勤 那我们考试时累积也就到下一年为止 那实务之中的也就这样 可能两年 那时间长的很少 非累积带薪缺勤 一期算一期的 不用作废 比如说一年算一年 下一年你这年没修 下一年不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计处理当然就不一样 我们先看第一个累积带薪缺勤 就是说这一部分缺勤的 有权力可以截转到下一期用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年修假20天 只修了15天 还有5天没用 这是一种权力 如果累积带薪缺勤 可以截转到下一年 下一年年修假 自己本身20天 还可以修25天 照样给钱 这叫累积带薪缺勤 那我们累积带薪缺勤 如何对他确认和计量 考试的时候可能一般这样 比如说我们累积到下一期 下一期要是不用的话 就作废 那我们这样想 如果说本年有5天没用 下一年呢 根本用不上 他那20天就足够了 再想多修 公司不同意 没人 没人顶替 那我们 不要对他进行任何确认和计量 因为反正 下期不应 但是假如说 我们这5天 到下一年真能用 除那20天之外 还要再修5天 这5天钱得给 但是他没干活 出去玩去了 我们往哪期费用里寄 费用说我们在当年 因为他当年提供服务了 他少修了5天 那就对他要进行确认和计量 所以你看他怎么说的 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 从而增加 其未来享有的带薪权利 比如我们本年提供服务了 要修20天 只修15天 还剩5天没修 有5天的带薪权利 然后说确认于累积 带薪缺金相关职工薪酬 要确认了 那如何计量 说并以累积未行止权利 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 计量 说这5天呢 预期不会支付 那你不要计量 预期用5天 那你计5天 如果我们估计 预期只能用2天 下一年22天 那你把那两天确认计量 那叫做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那这样来进行反应 那当然如果说 下一期他要 不用 不用的部分 你得给人钱 你就别谈这时候了 都得给他计量 你不用反正这个钱 你得付 所以如果是一般考试 都是预期支付金额 看这个 这样就要估计 我们本期享有的权利 下一期会用多长时间 按这个计量 然后看一下教材的例二 以公司共有一千名职工 从15年1月1日起 该公司实行累积 代薪全新制度 该制度规定 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 五个工作日代薪年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 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 未使用的权利作费 不能在职工离开公司 时获得现金支付 职工休年休假 是以后进先出为基础 既首先从当年 可享受的权利中扣除 再从上年截转的 代薪年休假余额中扣除 职工离开公司 公司对职工未使用的 累积代薪年休假 不支付现金 一般都是这样 反正没用完就作废 15年12月31日 每个职工当年 平均未使用代薪年休假 为两天 根据过去的经验 并预期该经验将继续使用 要判断吗 到底会用多长时间 以公司预计 16年有950名员工 将享受不超过五天的 代薪年休假 所以有那950人肯定不会用 我前面也说过 你工作过程中啊 不是说你自己想修就修 有时可能你工作在这个岗上 想修别人顶不了 人家的领导根本就不同意 那你说 他不让我修我就走人 你走呗 走人再找人也好找 所以这个就说要预计 有多少人可能就是不享受了 他不超过五天 意味着 那上一年 有那么两天权利 你就用不上 那剩余50名职工 每人将平均享受 六天半的年休假 六天半的实际上是 当年的有五天 上一年没有用的两天 用了一天半 那这一天半的 站在一五年来看 就是属于预期支付进购 你享受权利预期支付的 在一五年 才能对他确认和计量 假定这50名职工 全部为总部各部门经理 那就是 职工薪酬 把他寄管理费 呃 该公司平均每名职工 每个工作日的工资是300块钱 因为你要寄量时 要有一个工资标准 那我们就会看到 享有权利啊 有50人 两天 预期支付的 是一天半 那950人 根本就不要管 不存在着 预期支付的事情 那就说 预期要支付的签数 50乘1.5 因为50人 每人一天半 75 75天 而每一天的工资300 300乘以75 两万两千五 由于是总部各部门的管理人员 寄到管理费用 所以在15年 享有权利预期支付金额 两万两千五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两万两千五呗 16年 如果50名职工 均未使用代应年休假 那我们应付职工薪酬 你也不能再放着了 因为过期作废了 所以这一部分 借应付职工薪酬 它都没用了 我们代方代计管理费用 把它给冲了 也能够想象得到 那如果说50名职工 当时每日一天半 最后呢 有30名职工用了 还有20名职工没用 用的那一部分 那你没问题 比如借应付职工薪酬 那代银行存款 分得富人工资 没用的那一部分 还是 要充管理费用 充当期的 而不能往前充 不能说挑上年的 上年的估计没有错误 不是错误的话呢 不能充 要本期发现 前期重要差错可以充 所以就要记当期 而16年 如果50名职工 均享受了累计未使用的 代行年休假 那16年呢 确认了工资费 扣除上年度 以确认的累计代行学金 这话有点多余 那也就是说 你16年的时候 你要不谈17年 17年 因为他有累计代行 考虑17 你要不考虑17的话 你自己当年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上一年的 你要是属于 没用完部分 那你应付职工 薪酬没支付完 那你就充管理费用去 那如果都多了 多了你那没问题 在当期呗 当期你寄管理费用去 要给 那比如说 我们当时估计的50人 那自行中来个60人 也修了 修了也得给人钱 那你只能寄到16年的 管理费用里去 我大致知道这事情 我们还是看17年的 计算分析题的一部分 甲股份有限公司 16年发生的与职工 薪酬相关的事项如下 甲公司共有了千名的员工 从16年1月1日起 该公司实行累积 带薪休假制度 规定每名职工 每年可享受七个工作日 带薪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 可向后截转一个年度 超过期限未使用的作费 员工离职时 也不能取得现金支付 16年12月31日 每名职工当年平均 未使用带薪休假是两天 根据过去的经验 并预计该经验将继续适用 那甲公司预计17年 有1800名员工将享受不超过七天 担心休假 那剩余的200名员工 每人平均享受8.5千的休假 这跟我们的教材立体类似 因为要是说如何确认计量 是享有权利预期支付 那有1800名呢 虽然他享有权利 但预期不会支付 因为他不超过七天 200名不一样了 当年的七天用完 还要用上一年的 所以有一天半的预期支付的事情 这200名员工中 150名为销售部门人员 那这一部分 享有权利预期支付金额 应该在当年反映到销售费用 5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那就计管理费用 甲公司平均每名员工 每个工作日工资为400块钱 那甲公司职工 年休假以后进先出为基础 既有关休假 首先从当年可享受的权利中扣除 其他有关资料 甲公司为增值是一般纳税人 当年的税率是17%的增值税率 没关系 反正体理说多少 按照多少速 不考虑相关税费 要求呢 就甲公司16年发生的 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事项 说明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所以我们看呢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累积未使应代金休假权利 导致将支付的工资 叫预期支付金额 那你应该在16年进行确认 那我们看 有150人销售人员 会有一个预期支付的时期 8000半 减7 也就说在 17年预期会有 一天半 这个时间 这是销售人员 那乘以150人 每天的工资400块钱 换算成万元除以1万 那等于9万 对于呢 既管理费用的 行政管理人员 同样是8.5减7乘以50 然后乘以400的除以1万 等于3万 那会计分路没问题 所以一定要清楚 是享有权利 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那借方呢 是管理费用3 销售费用9 代应付职工薪酬12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实行累积 带薪休假制度 当年未享受的休假 只可截转至下一年度 未行使的权利 在职工离开企业时 不能获得现金支付 20年年末 假公司因当年度 管理人员 未享受休假 而预计了 将于21年支付的 职工薪酬20万 那21年年末 该累计带薪休假 上有30%未使用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关于假公司 因期管理人员 21年 未享受累积带薪休假 而原多预计的 6万元负债 于21年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是 那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你预期支付的 没用了 预期支付 要用的话 借应付职工 新收贷银行存款 现在没用了 没用了部分 应付职工 新收也不能在那放着 肯定要把它给充掉 充的时候呢 就充当期 因为这是属于管理人员 那你要充减当期的 管理费用才对 A不做账务处理 不行 应付职工 新收不能再保留 因为这是说 过期作废的 B呢 从应付职工 新收转出 记住其他总统收益 不属于其他总统收益的内容 我们这里开始发生的时候 是往成本费用里 记得转出 就变成其他总统收益不对 所以呢 充减期出 留存收益也不行 充减期出 留存收益呢 大家要特别的慎重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 后面当然还会谈 要是本期发现 前期重要差错 要是会计政策 变更追溯调整 那这个呢 是要涉及调期出 留存收益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特殊的业务事项 不多 你把那几个掌握了就行 所以不要轻易的 去充这个期出 留存收益 那我们这些呢 都在当期反应 所以这个叫充减当期 管理非应 这是正确 那第二是非累积 代行学勤 一期算一期的 本期不用作废了 不能节转到下一期 所以非累积代行学勤 假如说 我们的休假是二十天 你这二十天 工作十天 不工作 工作五天 给的钱都一样 那就是实际发生 退期的期间 你也要确认 这部分职工薪酬 但是超夸是天了 你不给的钱 你不要再确认了 而不能节转到下一期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第三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就是有一些情况下 为了激励企业的员工 说公司实践利润 超过多少 超过部分 要给之工 按照一定的比例给 也有的情况下 我实现利润了 就按照一定的比例分 这叫利润分享计划 利润分享计划 如果说在12个月之内就付的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你要属于12个月以后再付的 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秉公司有一项利润分享计划 将期至15年12月31日 指会计年度的税前利润的指定比例支付给 在15年7月1日至16年6月30 这是跨年的 为秉公司提供服务的职工 那该奖金于16年6月30支付 就是跨年嘛 在下一年的上半年结束是支付 15年12月31日指 财务年度的税前利润呢 是1000万元人民币 如果说秉公司在15年7月1号 到16年6月30期间 没有职工离职 则当年的利润分享 支付总额为税前利润的3% 秉公司估计呢 职工离职将是支付的支付额 降低至税前利润2.5% 因为我们要估计 离职不会给了 给的是没有离职部分 所以你看现在真正确认和计量的 要考虑到 估计没有离职的这一部分 才相应的往成本费用利润 那现在就是2.5% 按这个来估计不是3%了 毕竟说可能有人会离职 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享有1% 总部管理人员享有1.5% 那你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我们要把它进入生产成本 总部管理人员的 那要进入到管理费用 不考虑个人所得的影响 那下面我们就会看一下 这一部分 1.5年底肯定要确认计量 虽然说这部分分享的到1.6年的6月底 那我们看1.5年底如何确认计量 那税前利润呢 只是说 一半吧 半年时间 就50% 估计的 我们用的税前利润比例只是2.5% 不是3% 所以就是 1000万乘以50% 你只能考虑1.5年下半年 并不现在是全年 因为整个 还与我们后面的16年相关 然后乘以2.5% 就这个数 那在15年下半年确认12万5千 16年 上半年结束时再去调 看一共总数多少 然后把15年上半年的扣除 那就是16年上面没有确认的 先说15年 那借方呢 就借记 生产成本5万 而与生产人员相关的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看到呢 生产 的职工 享有1% 总部的1.5% 这个数 也就是说 1000万乘以50%乘以1% 那不就5万吗 如果1000万乘以50%乘以1.5% 那就7万5 7万5计管理费盈 生产成本的计5万 那代方应付职工薪酬利润费盈计划 125.000 我们再往下看16年 6月30号 而丙公司的职工离职 使其支付的利润分享额 为15年税前利润的2.8% 因为到16年底 我们真的就估计了 走多少人是确切的数字 所以最后说是2.8% 那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享有1.1% 总部管理人员享有的1.7% 这个到底哪部分人员走了 我们也确切的都知道 都在16年确认余下的利润分享过 那我们想总数 1000万要乘以2.8% 这是15年的下半年到16年上半年结束 我们要把15年已经确认的12万5千扣除 那就应该就属于16年上半年的 所以等于15万5千 那基础生产成本的1000万乘以1.1% 因为毕竟是说直接参加生产职工 享有1.1% 最后确定是这个数字 把15年已经确认的5万扣除 16年确认的16万 基础管理费用也是一样 1000万乘以1.7% 因为你最终确定的数 16年上半年结束的时候1.7% 把15年下半年的7万5扣除 9万5 这样呢 16年6月30号的账务处理 介方生产成本6万 管理费用9万5 带应付职工薪酬15万5千 我们再看20年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某8年12月31日 说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应当确认的应付这种现场经过 某8年9月16日 甲公司发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根据该计划 甲公司将按照某8年度利润总额的5% 作为奖金 发放给某8年7月1号 至某9年6月30日在甲公司工作的员工 如果有员工在某9年6月30日前离职 离职的员工将不能获得奖金 利润分享计划支付总额 也将按照离职员工的人数相应降低 该奖金于某9年8月30日支付 某8年度 在未考虑利润分享计划的情况下 甲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两个亿 那某8年末 甲公司预计职工离职 将使利润分享计划支付总额 降低至利润总额的4.5%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某8年底 要最终确认的应付职工形状多少 跟我们说上的例子很相似 那就是两个亿乘以4.5% 我们是到年底估计的 会有多少人享受 4.5%的比例吗 那这个是属于某8年 下半年和某9年上半年的数字 某8年下半年 那就是乘二分之一 450万 那A就是正确的 第四个问题 非货币性福利 比如说企业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并福利的形式 发放给职工等 向职工提供非货并福利的 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我们还是要强调公允 那当然说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 但成本计 一般的题目里面 都会谈到呢 是属于公允价值 所以这是要明确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并福利 发放给职工 那你要确认收入 收入体现的 就是一个公允价值 企业向职工提供的 非货并福利 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个 以资产产品或外货商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要确认收入 结赚以后上面成本 毕竟呢 产品已经离开了 我们会计核算的主体 按照供允价值来进行反应 所以你决定发放非货并福利时 按照受益对象 借记生产成本 管理非用 在界工程研发支出的 体现的应该是产品的售价 供允价值 要考虑增值税 当然要把增值税 消消税额一并算在内 那代方呢 是应付职工薪酬 你看体现工赢 那第二将资产产品 实际发放时 就要确认收入 再结赚以后商品成本 借方应付职工薪酬 代主营有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项项 所以我们看到呢 原来的 代应付职工薪酬 对应的那些成本费用 体现的是售价和增值税合计 企业专已说 上面成本时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计库存商品 22年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 是假公司确认应付职工 薪酬金额 我们看题目 21年度 假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入项 既提职工工资 500万 那当然是要确认 职工薪酬的 应付职工薪酬肯定有 那第二个 以资产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为职工 产品成本是100万 对外的售价是150万 我们删除公允价值 去确认职工薪酬 那考虑150 如果涉及到说有增值税 一并要算在内 那第三 按当年实践净利润3% 计算应付给高管人员的奖金200万 但是净利润3%付给高管的奖金 肯定处于职工薪酬 那净利润3%吗 就是相当一个利润分享计划 实际利润多少支付的 也要寄进来 还有个200 于22年3月底之前发放完毕 实际上叫短期的 你要说 等到10年8年之后再发 那就是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长期的有时要有个折线的问题 那现在说是短期 那多少 因为题里说不考虑相关税费 其他因素 那就整个加起来 所以加起来 我们看选项思议是正确 850万 好我们看一下 21年的一个单选题 20年 假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假公司以及生产的产品 作为奖品 奖励给20名 当年都被评为优秀的生产工人 上述产品的销售价格总额是500万 销售成本420万 我们这一部分 要确认职工薪酬时 要考虑他的工允 就说非货民福利发放给职工 那你当然按照工允价值计量 那第二根据 假公司确定的利润分享计划 以当年度实现的利润总额为基础 计算的应支付给管理人员利润分享 金额是280万 那这也是属于职工薪酬 第三的 那假公司于当年起对150名管理人员实施累积代薪年休假制度 每名管理人员每年可享受七个工作日的代薪年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未使用的权利作废 也不能得到任何现金补偿 那20年有10名管理人员 每人未使用代薪年休假两天 预计 21年该10名管理人员 将每人休假是9天 那假公司 平均每名管理人员每个工作日的工资 是300块钱 那这个不属于累积代薪缺勤 所以这部分权利 说七个工作日的代薪年休假 未使用年休假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历年度 这是属于累积代薪缺勤 因为这里说 未使用的年休假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未使用的作配 也不能得到补偿 那在20年啊 我们就要进行预计 说是 有多少人享有权利 按照预期支付金额进行计量 然后说有10名管理人员 每人未使用年休假呢 代薪年休假两天 预计 那这10名管理人员将每人休假9天 因为本来是7天 他休假9天 可以上年就用了 那假公司 平均每名管理人员每个工资 是工资是300块钱 我不考虑相关税费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上述 职工信仲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事 说A 20年应从工资费用中 扣除 以享受代薪年休假权利 140名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 你20年的 那这一部分呢 140名 不管想没有权利 他预期不会支付的 你不会存在着扣的问题 那正常的该怎么记录怎么记录 那如果说 这些人享有了什么权利 预期不会支付 我们对他也不进行处理 题目里面说 有10名管理人员享受了 那你按照他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再看B 将自产的产品作为奖品发放 应按420万年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那不是 我们要按照他的公允价值来进行反应 如果考虑增值税的话 那是公允价值增值税合计来进行反应 那再看C 根据利润分享计划 计算的20年度应支付给管理人员的 280万元款项 应作为利润分配 这个不是 我们应该把它记录到管理费用 并不是利润分配 那D呢 20年应确认实名管理人员 未使用代息年休假费用0.6万 进入管理费用 这就是享有权利 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所以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17年 改编的一个题目 这是个多选题 题目里面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17年 与职工薪酬有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17年 假公司发生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交易 或事项如下 那第一个 以假公司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该产品的生产成本1500万 市场价格是1800万 就把产品发放给职工 那看一下C 以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按产品的生产成本 进入相关成本费用 不行 进入成本费用的要体现公民价值 如果考虑增值税呢 是公民价值增值税合计 再看第二 为职工交纳200万元的无险一金 那无险一金这一部分 为职工交纳了 第一呢 为职工交纳无险一金 按照职工所在岗位 分别确认相关成本费用 那也是没问题 这属于短期薪酬 按照授予对象来分 所以D是正确的 那第三 根据职工入职期限 分别可以享受5至15天的年休假 当年未用完的代薪 休假权利予以取消 你当年没有用完的就取消了 所以这是属于非累积代薪缺情 那假公司职工 平均日工资 每人的是120块钱 那我们看A 对于职工未享受的休假权利 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你本身就是正常去做 别管享受不享受 休几天 只要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 就一样 你无需说 没有享受的 我对他在进行会计处理 用不着 就职工 休假的期间 你是正常的进行会计处理 反正也得往成本分量进 那我们再看 第四 对管理人员实施 17年度利润分享计划 按当年度实现利润情况 相关管理人员可分享利润 500万块钱 那管理人员应分享的利润 确认为当期费用记住 当期损益 这是往管理费用里记的 所以是对的 ABD正确 我们接下来再看 17年考题的计算分析题的一部分 甲股费有限公司 16年发生的 与职工薪酬相关的事项如下 4月10日 甲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以本公司资产产品作为奖品 对已车间全体员工 超过完成第一季度生产任务 进行奖励 每名员工奖励一件产品 该车间员工总数是200人 其中车间管理人员30人 一线生产工人一百七 发放的员工的本公司产品的市场售价 每件是三千块钱 成本每件是一千八 4月20日 二百件产品发放完毕 其他的有关资料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大陪人 适用的增值税率百分之十七 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要求 就甲公司16年发生的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事项 说明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 并编制相关会计算录 那这个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百七十名生产工人 我们产品发放给职工 要按照公允价值反应 他的公允价值三千 由于体力考虑增值税了 那我们再乘以一加百分之十七 给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七 换算成万元 那你借记生产成本五十九点六七 那制造费用的三十名人员 车间管理人员乘以三千 同样乘以一加百分之十七 换算成万元 十点五三 那代应付职工薪酬七十点二 所以要体现的是 按照公允价值增值税合计 往成本费用里寄 然后再借记应付职工 薪酬七十点 发放给职工做这样的分路 那代方的主营业务收入 那一共呢 就属于二百名职工 乘以三千 换算成万元六十万 那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那就是三千乘以二百 乘以百分之十七吧 换算成万元 十点 截赚一桌上面成本 每一件的成本一千八 乘以二百 换算成万元 那就三十六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困存商品 第二 以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外购的商品 购入的时候 如果没有明确 是不是全部发放给职工 那你开始的时候 可以作为 机箱水格抵扣的 如果说没有真正的 给职工的 那就应该抵扣 要是职工领用了 再做机箱水格转出 所以购入时 借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所以进行税费 代一号分款 第二 决定发放非货并福利时 这个呢 不要再确认收入 截赚一桌商品成本 毕竟没有加工行为 没有你生产行为 所以不要确认收入 按照受益对象 借记生产成本等 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将外购商品实际发放时 如果原来是有进行税额的 那现在不让 就作为进行税额转出处理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空存商品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 那如果说在开始时明确的 就是给职工发放的 我们就不应该作为 进行税额抵扣 那这种情况 外购商品实际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空存商品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例四 甲公司为一家生产 笔记本电脑的企业 共有职工200名 15年2月 甲公司以其生产的成本 为一个亿的高级笔记本电脑 和外购的 每部不含税价格为 1000块钱的手机 作为春节福利 发放给公司每名职工 该型号笔记本电脑的 售价每台是14000 甲公司适用的增值税率13% 已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支付了购买手机的价款 和增值税迹象税果 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适用的增值税率13% 甲定200名职工中 170名为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30名是总部管理人员 那这里面呢 要是自己生产的 要确认收入 结赚以后上面称文 要外购的这一部分 是不可以确认收入的 我们看笔记本电脑的售价 14000 那乘以200名职工 那应该是280万 笔记本电脑的增值税 200名职工乘以13% 因为一共 也就是说 200名职工乘以 笔记本电脑14000 然后再乘以13% 等于364000 它是分 170名跟30名分着算 你直接就是200名职工乘以 因为每人一部笔记本电脑 直接乘以14000就行了 那介方介绩生产成本 当然它所反映的 是属于生产工人的 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 170乘以14000 再去乘以 括号一加13% 那管理费用呢 是管理人员那一部分 总的代方应付职工薪酬 316400 实际发放笔记本电脑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加税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280万 那应交税 应交增值 消费税 364000 那接转成本 那就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款的上面200万 因为它的成本 我们告诉的 电脑的是属于 生产成本啊 是1万 那一共200台吗 200万 手机这一块 那就是 外边买来的1000 每一部手机是1000 那乘以200 20万 然后20万再乘以13% 绩效税26000 所以甲公司呢 决定发放非货名福利史 那这里面呢 借机生产成本 不要确认收入 那我们就是 170人 购进的 每一部 手机呢 是1万 170是1万 再乘以 括号一价13% 那十几万2000亿 那管理费用呢 当然也就是30人 呃 乘以1万 然后再乘以 一加13% 33900 带应付职工薪酬 226000 那购买手机时 借库存商品 那这个呢 是20万 说我要 可以你作为 进行税额抵扣的 又反映到 硬交税费 硬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离去 如果说 你不抵扣就进成本 比如我这些手机 可哪有别的 别的有时候往外卖 你可以先抵扣 这个题目 他抵扣了 硬交税平交增值 进行税额26000 带应用税额226000 我们发放的时候 那你必须做 进行税额转出处理 如果原来抵扣了 现在不让 那借应付职工薪酬 226000 带困在上面20万 硬交税平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26000 我们再看22年的 一个单选题 这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编制21年度财务报表时应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题目21年度 甲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说3月1日 因现金短缺 将账面价值8万元的自产产品用于发放职工工资 当日产品的市场价格10万 那要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并福利发放给职工 是要确认收入的 所以这10万肯定要确认收入 第二呢 5月1日 以账面价值400万元的资产产品抵债 相议公司偿还欠款是500万 当日产品的市场价格450万 内容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是债务充足 我们债务充足 现在以自己的产品 或者其他的非现金资产抵偿 不认公允 他就是应付债务账面价值 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一次性即损益 就是其他增加收益 没有确认收入的问题 这到债务充足准则里面 大家会看得更详细一些 那我们再看第三 9月30日 购入3万元食品 作为国庆节福利发放给职工 那你购入的食品 直接发放外购的 也没有确认收入的问题 所以这题目 C是正确的 那第二 将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或租赁住房等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那你给职工用了 也是属于职工薪酬 要根据受益对象 也是往成本费用里面借 第一个 将企业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根据受益对象处理 借房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计折旧 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坑谱来核算 本来呢 如果说这个房屋 你要是企业自己的放着 那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旧就完了 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第二呢 将租赁住房等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那我们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要付租金 租赁的 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其他应付款 本来如果说我们租的房子 供企业管理部门使用 那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要付租金就完了 这个给职工无偿使用 通过应付职工薪酬来核算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 15年丁公司 为总部各部门经理 级别以上职工 提供自建单位宿舍 免费使用 同时为 副总裁以上高级管理人员 每人租赁一套 一年期住房 那丁公司总部呢 共有部门经理以上的职工60人 每人提供一间单位宿舍免费使用 假定的每间单位宿舍 每月集体者就是1000 那这60人啊 那就应该是6万了 丁公司 共有副总裁以上 高级管理人员10名 那该公司 为其每人的租赁一套 一年期的公寓 公寓的月租金 是 每套的是1万块钱 那五名呢 实际称来说 就应该是5万 假定丁公司自建的单位宿舍 及内部使用 公寓价值不能可靠结量 这是今天加这么一句话 意义不大 因为毕竟呢 我们的 自己的住房只是提折旧 那你折旧往什么地方寄 那丁公司每月 应进行卢下账务处理 借房的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6万 就刚才说的 给那60名 呃 部门经理以上的职工 免费使用的 这个单位宿舍 一共6万 要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 然后再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计折旧6万 那接下来呢 再有 副总裁以上的人员 一共10名 不是5名 一共10人 每人的租金是1万 一共10万 而借房呢 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是10万 然后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其他应付款是10万 那第三呢 向职工提供企业 支付了补贴的商品和服务 以住房为例 就是房子 比如说 我给他买的价格高 卖给职工价格低 这也是提供福利 这种情况 要求职工提供了一定的服务期限 要在公司工作一共的连线 那我们应该把这差价 平均进行摊销 摊销时 当然根据受益对象 往成本费用里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价买的高 卖给基利职工的低 差价部分 你作为长期贷款费用 约定的年限的平均叹销 购入住房的时候 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存款 价格高 出售时卖的低 那你借银行存款数少 带固定资产差额是长期贷款费用 那借房 贪销长期贷款贷用时 借记管理费用带应付职工信承 按照这个收益对象 然后借应付职工信承 带长期贷款费用 那如果说合同协议里面 没有说服务年限多长时间 不用服务 说这是个劳模 我就想给他一套住房 买来了 低价卖给他 那整个这差 全计当期成本费就完了 直接记 我们看一下例六 15年5月 贾公司购买了100套全新的公寓 你以优惠价格向职工出售 该公司共有100名职工 其中80名为直接生产人员 20名为公司总部管理人员 贾公司你向直接生产人员出售的住房 平均每套购买价是100块钱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每套是80万 就这一部分 每一套是差了20万 那你向管理人员出售的住房 平均每套购买价格180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每套是150 管理人员这一部分 每一套就差了30万 那贾定该100名职工 均在15年度陆续购买了公司出售的住房 那住房的协议规定 职工在取得住房后 必须在公司服务那15年 不考虑相关税费 这样贾公司出售住房时 如何来进行处理 收到的钱 就说你是卖给职工的一部分 80名职工 然后每套的出售的价格呢 是80万 出售的这80名职工 一共每套的买的时候呢 是100吗 出售是80 所以80乘以80万 还有呢 20名管理人员 那每套是150万 我们收到这么多钱 9400万 固定资产里面 当时买的80乘以购买价100 还有呢 20长衣每套购买价值180 所以固定资产当时是 11600万 我们差额要把它计入到 长期贷贷费用 2200万 说出售住房后的每年 按照直线法在15年内 平均分摊长期贷贷费用 那生产成本 我们就应该是啊 80 80名职工 每套的差价呢 是20万 80乘以20万 然后你再去除以15年 所以等于1066 667 那对于管理人员的这一部分 因为差价呢 是属于30万每一套 进入到了 长期贷贷费用 这每一套是这么多 那一共是20名 20乘以30万 那就说600万 除以15 40万 这是说管理费用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长期代探费用 这样来处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13年改编综合题的一部分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毛二年度财务报表时 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 会计处理 提出质疑 其中的第三个事项 某一年12月20日 假公司与实名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签订商品方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假公司将自行开发的 十套房屋 以每套600万元的 优惠价格 销售给十名高级管理人员 这是600万的价格销售的 高级管理人员 自取得房屋所有权后 必须在假公司工作五年 如果在工作未满五年的 情况下离职 需根据服务期限 补交款项 毛二年6月25日 假公司收到 实名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 款项是6000万 毛二年6月30日 假公司与实名高级管理人员 办理完毕 上述房屋产权购付手续 上述房屋成本 每套是420万 市场价格 每套是800万 假公司对上述交易 获释向会计福利 借银行存款是6000 代主营业务收入6000 只是按照卖给职工的 价格来反映了 然后把的成本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代计开发产品 4200 就是420万的一套成本的 一共10套 4200万 房地产开发企业 当然用的是开发产品 那我们正确的不行 因为卖给职工价格低 要求职工提供服务期限 我们本来呢 应该是啊 确认的收入是 按照市场的价格8000万 你要卖给市场 这是8000万 因为每一套是800 所以我们正常的 应该是借银行存款率 借长期贷单费用2000 代方代主营业务收入8000 才是合适的 但是在内部没有体现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 等相关税费影响 要求判断假公司的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如果假公司会计处理不正确 说编制更正 毛老年度财务报表的分路 编制分路时 可以使用报表项目 那我们当然知道 他的会计处理说过 不正确 这是低价卖给职工 要求职工提供服务期限 那应该把市场价 和卖给职工售价的这个差 作为长期代贪费用 以后呢 职工服务的期限平均谈销 这样才可以 所以我们更正时 长期代贪费用 他没有反应 我们要把它反应进来 借房借记长期代贪费用 贷房主营业务收入2000 本来应该是8000 他就6000 那借房增加长期代贪费用 然后这2000万 2000万呢提供5年 但是某二年的只有半年的时间 乘以3分之6 通过应付职工薪收合算 借管理费用200 代方应付职工薪收200 然后再借记应付职工薪收200 代长期代贪费用200 也就是说职工这一部分 涉及到的价格呢 一共2000 然后把它分摊到各期里面去 这么个过程 那这节课呢 主要内容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属于职工薪筹 给定的一些事项 属不属于职工薪筹要清楚 主要是短期薪筹 货币性短期薪筹 跟非货币性短期薪筹 这些伎量都要熟练掌握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